2024年的中国新年刚过 中国大陆的民营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又出事了 2月15日 一次中国安徽省豪州市的一辆比亚迪汽车 突然在路边自然 引来了众人围观 很快 消防车也赶到了事发现场 不过 据围观群众反映 当时的车身几乎被烧尽了 网友们对比亚迪此次着火 并没有感到意外 因为印象中 比亚迪这个品牌 一直存在着多处安全隐患 乃至一说起比亚迪 批评和谩骂便接宠而来 本来不打算说比亚迪的 因为这样会觉得 自己当初的选择很傻 这可是我当时一心一意 要支持的国产新能源 排名靠前的比亚迪呀 选车的时候 也有朋友介绍去看吉利 传奇这些品牌 但是 我当时就认为比亚迪的技术和质量是最好的 因为它是国内 传统车企中最先发展电车的 我们如此信任国产品牌 但是国产品牌给用户的回馈是什么 连一个小小的风扇都不用心做好 你还能指望什么 我之前开过丰田的汽油车 开了三十多万公里了 也换过什么配件 质量非常好 为什么别人做东西都是真心实意的 不投工减料 咱们的国产品牌 什么时候能不靠吹牛叉忽悠 给老百姓做出真正好用 耐用的车呀 对于人们关于质量问题的指责 比亚迪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回应 反而在近日传出了要从墨西哥进军美国汽车市场的传闻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知情人士透露 总部位于深圳的比亚迪正在墨西哥物色建厂地点 并且已经启动了墨西哥工厂的可行径研究 墨西哥经济部表示 比亚迪高层管理人员李柯于2024年1月访问了墨西哥 与当地官员讨论了比亚迪在墨西哥的扩张计划 并与当地官员就包括工厂选举在内的条款进行了谈判 比亚迪以便宜闻名中国 他在2023年最后一季超越了其最大的竞争对手 美国电动车制造商特斯拉 成为全球销量最高的电动车制造商 外界认为 比亚迪此次在墨西哥建厂的其中一个原因 是为了降低成本逃避关税 墨西哥是中国汽车制造商进军美国市场的天然中转站 因为它距离美国很近 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 而且有机会享受墨西哥产汽车的低关税和零关税待遇 目前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在进口到美国时 需缴纳27.5%的关税 这包括进口汽车的2.5%的常规关税 以及川普政府于2018年推出的 针对中国制造汽车的额外的25%关税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拜登政府正在讨论是否进一步提高 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 拜登政府还限制了 使用中国公司所产电池制造的汽车 获得了7500美元的消费者补贴的资格 相比之下 墨西哥一家中私工厂生产的汽车 在进入美国时 可享有2.5%的低关税 也就是说 从墨西哥出口到美国的关税 能比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关税低约10倍 如果该工厂生产的汽车 符合2020年通过的 美国 墨西哥 加拿大贸易协议中 关于本地含量的严格标准的话 则有可能不缴纳关税 不仅如此 墨西哥的IMMEX 可成为避免中美贸易关税的有效工具 IMMEX代表制造业 保税加工出口工厂和出口服务产业 其中的保税加工出口工厂 是指墨西哥境内靠近美国边境的外资工厂 允许企业暂时免税进口原材料和零布切至墨西哥 并在工厂内完成加工或组装 再结合墨西哥政府给予的税周优惠政策 较低的劳动力成本 以及更快 更便宜的运输系统 保税加工出口工厂 可以为受到美国进口关税影响的企业 提供非常理想的避税方案 华美银行资深副总裁马修斯曾指出 有了这种避税方式 中国企业便可以将原材料 或不带附加价值的产品 直接出口到墨西哥 当然 美国企业也可以让中国供货商 直接将产品运到墨西哥 或在墨西哥进行生产加工 再将产品进口到美国 另一原因 外界认为 比亚迪此次试图禁军美国市场 是为了轻库存以及释放过剩产能 近年来 在中国对电动汽车的 巨额补贴政策下 众多的新能源汽车企业纷纷上马 导致汽车的产能严重过剩 再加上经济形势每况愈下 消费降级已成为主流 在过去的2023年 中国汽车行业竞争十分激烈 一轮轮的价格战可谓如火如荼 很多车企在数次的价格战中倒闭 有报道显示 比亚迪汽车的库存严重积压 大量的比亚迪轿车 在废弃的停车楼中 遍布好几层楼 车身上都落满了灰尘 在中国温州一片被称为 比亚迪海洋的停车场中 停放着数百辆的比亚迪汽车 各种热销车型 各种颜色 一排排整齐的停放着 也都是灰尘满身 为了应对这一困境 比亚迪采取了多种措施 包括降低出厂价 降幅大约在 1至2万元人民币 和加大促销力度等 但收效甚微 这些政策 已经远远打动不了消费者 一些车商表示 虽然降价销售 但仍然难以吸引消费者购买 对此 业内人士指出 降价的行为根本原因 是因为消费者手里没钱了 2023年随着从业人员收入水平下降 和大量人员失业 整个中国社会是越来越穷 趋势比2022年更加明显 研究表明 如果用国际上GDP 和个人收入比例 所参照进行比较 95%中国人 现在应该都规划到贫穷的行列 中国社会1%的人 可能拥有整个社会95%以上的财富 甚至99%以上的财富 普通的社会大众 有买车的愿望 但是却没有钱去买 或者有钱也不敢买 比亚迪库存 积压反映出的另一个问题就是 中国汽车产能严重过剩 正在向全世界输出 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之后 中国就得益于 以低成本的中国制造 商业发展 败贸经济 但如今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跌迷 消费不振 加上人民币走软 中国商品的出口价格 正以自2008年 金融危机以来最快的速度下跌 对此 富兰克林坦伯顿新兴市场基金投资组合经理 塞加尔也表示 中国为扭转困境 将向全球输出 通货紧缩的压力 而各国都在应对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 由此看来 在墨西哥建厂 似乎成了比亚迪 乃至其他中国企业 得以生存的重要选择 结合根据证券交易所公告 近年来 至少有12家中国电动汽车零部件供应商 宣布在墨西哥新建工厂 或在现有投资的基础上增加投资 不过 这种做法引起了西方社会们的担忧和警惕 他们的担心是什么呢 首先中国制造的产品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对于中国电动车来说 火灾就是最常见的证明问题 根据中共官媒报道 2021年中国至少发生了3000起 新能源汽车火灾的事故 在中国媒体 2020至2022年间 电动车品牌火灾排名上 前5名都是中国企业 其中排名最高的是比亚迪 数量占将近三分之一 自然王的称号也由此得来 2024年1月14日 中国山东省青岛市 一处公交车停车场 传出了严重的火警警报 据媒体消息 比亚迪的一辆废弃公车 疑似突然自然起火 而且 由于当天刮大风 凶猛的火势迅速蔓延至一旁 其余报废车 网传影像显示 现场滚起农民黑烟 不少目击者惊慌逃窜 拍摄影片等目击人士指出 共有8辆公车被烧毁 其中更有7辆被烧到剧胜股价 在即将燃烧至第9辆公交车时 消防人员才控制住火事 不仅如此 在社交媒体上 关于比亚迪 DMI失速 刹车失灵等问题的控诉也屡见不鲜 2022年10月 有一名为小春哥9Z5Q的网友 在视频中表示 他驾驶的比亚迪和DMI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时 突然间油门就失灵了 转速只能在1000多天 速度也就在80左右 自己怎么踩油门也没反应 好在当时车流较少 他慢慢将车子转到应急车道上 但经过反复尝试 仍旧加不上油 随后他停车 重启这才恢复 让小春哥9Z5Q没想到的事 一个月后 自己的比亚迪汉 又一次出现了安全问题 不仅遥控 车窗 NFC APP 全部失灵 有时还无法启动车辆的问题 他也不得不再次 把车送回4S店检修 网友yyou也称 他去年7月底买的比亚迪送 Plus DMI 路域动力受限 完全开不了 启动熄火挂档 全部都不能操作 在油量充足的情况下 电量直接掉到2% 最后 直接全部掉完 趴窝了 他表示 当时十分危险 万幸的是 自己没在高速上 中华经济研究院 国际经济所 副研究员 代志研还补充说 有时候电动车碰撞之后 不会马上燃烧 可能是第二天之后 车子突然就起火烧掉 并且 虽然有些车看起来很漂亮 但是也许开个几万公里 或是说 开个一阵子之后 就发现 车子到处都是声音 这足以反映出 他组装的品质 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与此同时 也有企业家 对制造所带来的 低价隐患 发出了警告 其中有些人 更建议政府采取更多行动 以避免在美国出现 由廉价的产品 而引发的价格战 同时 也是进一步防止 中国汽车垄断美国市场 美国主要的汽车制造商 曾警告称 中国汽车 可能会给他们的前景造成威胁 跨国汽车制造公司 斯特兰提斯的执行长 塔瓦雷斯表示 这些靠低成本竞争的 中国公司的扩张 来势汹汹 如果无法在成本上 与中国竞争对手匹敌 该公司将面临放弃市场的风险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也表达了类似担忧 他曾在特斯拉的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 如果不建立贸易壁垒 这些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公司 几乎会摧毁世界上大多数汽车公司 马斯克的观点得到了美国制造业联盟的响应 该联盟在即将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称 廉价的中国汽车之所以如此便宜 是因为得到了中共政府的支持和资金 如果进入美国税场 可能会导致美国汽车行业走向灭亡 也有外界评论到 用美国纳税人的钱来资助中国企业并不明智 这为巩固中方的行业优势地位 伤害本土厂商 美国体录安全联盟的副会长奥尔森说 国取中车集团在美国建厂 挣美国纳税人的钱 并送回共产主义中国 步步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野心 对此美国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国战略竞争 特赦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首席民主党议员克里希纳莫提 来自密西根州的众议员史蒂文斯和穆莱纳尔 在致函美国贸易代表戴琪时 更呼吁对中国汽车的关税不仅要维持还要提高 以遏制中国制造进口的激增 该信表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应该考虑启动 一项新的第301条款调查 针对中国汽车产业 对美国汽车产业和美国工人带来的危害 以及采取什么行动来应对中国 试图主导全球汽车市场的产业战略 这些议员还警告说 美国应该做好准备 以应对中国公司利用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的便利 通过美国其他的贸易伙伴 如墨西哥向美国出口汽车 与此同时进行的是 美国需要采取紧急行动 对抗中国不公平的做法 确保汽车制造商和汽车工人 在美国及全球 能够在公平的条件下进行竞争 俄亥俄州民主党参议员布朗 和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凯西 更是在警告拜登 不要降低对中国商品的任何关税 他们写道 这些关税对于为美国工人提供公平竞争环境 和对抗中共政府不公平贸易行为至关重要 看得出来 中国的汽车厂商要进入美国市场的这一过程将会非常痛苦 分析人士说 除了不太愿意支持一个中国品牌的美国消费者们之外 美国的立法者很可能对任何计划在美国运作的中国厂商施加更严厉的审视 在一方面 有研究显示 除了安全隐患和威胁美国的汽车市场之外 来自中国电动车还存在着远程式控制制风险 其监控手段便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大问题 新风筝数据实验室创始人鲍尔丁说 中国制造的技术可以控制电动车的许多不同部件 因此 他们在后台能够访问大量敏感数据 并且可以控制这些不同的系统 至于这是如何操作的 鲍尔丁进一步说明 电动车的电池或者其他系统可能含有恶意代码 如果中共黑客选择使用这些数据 他们就能以某种方式监听或利用数据来监视 还可以实际控制汽车的多种系统 不管是麦克风系统还是制动系统 更重要的是 中国电动车的风险不仅是骇客入侵 也在于中国的制造商必须听命中共当局的要求 特别是中国制造了大量的互联网设备 鲍尔丁强调说 中国制造了大量互联网设备 从耳机到组件 这些设备可能用于烤箱 汽车等产品 我们知道 他们在内部收集相关数据 因此绝对会带来监视和安全风险 特别是 因为许多设备不具备网际网络安全功能 例如一部电话或计算机 就可以让黑客更容易骇入 另有时评人士也补充说 由于电动车具备了更多的监控手段 例如摄像头 录音机 甚至是体感 到你的一些音频 声闻 甚至是瞳孔的拍摄各方面 对于个人隐私的暴露行为 轨迹的追踪 到你车上面的谈话 到你的发简讯 发手机通信 所有东西它都可以监控 这些东西对于侵犯公民的隐私 甚至是造成一定定向的群体监控 这对民众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另有美国官员认为 在中国不存在真正的私企 任何大型企业都需要跟政府 保有密切关系 听命与党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也在华盛顿 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上指出 由于中共政府对电动车的 整个生态系统进行补贴 销售到欧洲的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 比以往多得多 这不仅是一种贸易扭曲 而且也存在国家安全方面的风险 对此 鲍尔丁对人们呼吁到 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 不要购买中国制造的汽车 中国零部件绝对存在于大量汽车中 无论是电动车还是燃气轮机